Hello 各位好 我是Raymond 檸檬子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充滿粉紅泡泡的這個畫面 那我是 把它命的叫做海事聖樓 在幻境中求 求生存 然後那幻境中找到生計之類的 好 那 這部分的話我就覺得 第一個 下面這個很像沙漠的 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這個就是 我們要用一個一個線條做完之後再去做 變形 去把它扭出這一種效果 好 扭完一個之後再拷貝一個出來去做這個地方 然後讓它 由 右邊進來然後 左邊進來 往中間 找程式的剪影放進來 然後再用遠去做個漸層 然後做出一堆 很像結界又像泡泡的東西 然後 後面想畫點什麼自己畫來畫吧 對 那後面再做漸層這樣 好 那我們先開一個新檔 先開A4然後 確定 然後開橫的 好 開橫了之後呢新增空白塗層 好 新增空白塗層 那新增之後我們有幾個重點就是 你一些顏色要先有 像這個 先把它放過去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好 這顏色是 怎麼 怎麼設定喔 我先使用 第一款工具 吸一下 它在這位置喔 好 那我打開給你看 它是像這樣的數值 CMYK 好 你再看一下 顏色落點在這附近啦 你在附近選都可以 再看第二個 在這裡 第三個 好 注意看數值 第四個 好 看一下數值 第五個 好 看一下數值 第六個 好 躲在這附近 好 顏色幾乎都是粉色系 好 用這些顏色你先幫它 開個新塗層幫它塗好 都在這邊把它塗好 那塗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陸續來使用 好 那你也可以把它避免弄到 我們可以在這邊幫它上數 好 鎖起來 好 現在點到塗層裡 每畫一個 物件呢 我建議 如果不熟悉的情況下 還是 幫它新增空白塗層 這樣來做會比較安全 好 我們使用 矩形選舉畫面工具 它有矩形 好 那我們再使用 筆刷 好 吸個顏色 Alt鍵按著點一下 好 然後刷 刷個顏色 上面 你可以關掉是長這樣 打開 Alt鍵按著吸一下顏色 刷這裡 好像這樣 好 那我們再幫它做個 高絲模糊 好 點一下高絲模糊 讓它比較自然的暈在一起 好 按下確定 好 就這樣暈在一起 你可以關掉上面的顏色看一下 就這樣 這樣子好了之後呢 在它上面再新增一個空白塗層 在它有選舉範圍的情況下 幫它填上白色 按下工具箱下面這預設黑與白 就是前景跟背景色 好 白色在背景色 所以 我們 除了 可以使用 油漆桶工具 去倒出你的前景跟背景色 前景色之類的 調過來然後倒過去 或者是用 編輯 填滿 前景或背景色 這幾個我是覺得都太慢了 比較快的方式就是 直接使用 背景色是Ctrl加BaggerSpecs 前景色是Alt加BaggerSpecs 幫它填上白色 填上白色之後 我幫它用混合模式 溶解 點一下 再調整它的不透明度 它就會有這個顆粒感 好 有這個顆粒感之後呢 我在上面新增遮色片 新增遮色片 新增完之後點選筆刷工具 點筆刷工具 前景色為黑色 把這邊稍微塗一下 我要就是上面 有一點點 像這樣 好 這是我要做的這個 一條一條的這個 好 再來 有時候覺得它們的漸層 不夠可以再做 就這邊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下 Ctrl鍵按著左鍵 點一下縮圖 產生旋轉範圍 打開你的顏色集中 這個可以再做一下 好 按下I 吸顏色 點過來 再用筆刷工具刷一下 再按一下I 細顏色 再按一下 B 筆刷 再刷 Shift這樣子可以垂直畫下來 Shift這樣子可以垂直畫下來 好 這樣子好了之後再做個高斯模糊吧 確定 好 Ctrl加D 取消選舉在這裡 好 取消選舉 好 再來打開 好 就像這樣 好 這樣子好了之後呢 Shift鍵按著兩個圖層選起來 合併圖層 Ctrl加E 然後合併起來 好 合併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些調整 像這樣 Ctrl加J 然後再點選移動工具把它拉過來 像這樣 Ctrl加J 再拉過來 Ctrl加J 拉過來 Ctrl加J 拉過來 Ctrl加J 再拉過來 好了之後呢 按住Shift鍵 再點到最下面這邊來 全部選起來之後 合併圖層 合併起來 再Ctrl加T 縮小 打勾 Ctrl加J 再拉過來 好 Shift鍵按著 選起來 Ctrl加J 合併圖層 好 再Ctrl加T 再縮一下 好 打勾確認 好 那我們這個呢 就可以來做一些 扭動的動作 就按下 Ctrl加T Ctrl加T 我來做個透視好了 讓它有一點遠近感 打勾確認 打勾確認 Ctrl加T再彎一點 打勾確認 好 Ctrl加T按右鍵 選擇彎曲 好來 借這機會把它扭一下 先來 打勾確認 然後把它移下來一點 像這樣 好然後再來 Ctrl加J 好再拉過來 再來再Ctrl加T按右鍵水平翻轉 打勾確認 好那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還可以再透過這個功能叫做 濾鏡裡面的 扭取 好裡面有一些 扭轉效果 點一下 這些變成大家都可以來 看一下 它可以扭 你要扭怎樣都可以扭 這邊還蠻有趣的 拉一下 就變這樣 所以 這邊 大家扭扭看吧 好 就底 好變這樣 當然這個要試 好 好那這個做完之後就可以先移動到這裡 好再來我們來畫什麼 來畫這個大顆的氣泡 好 新增空白塗層 點選 橢圓選舉畫面工具 按住Shift鍵 可以花正圓 好 這是我們的顏色集中這一層就打開來看一下 好點選 I 滴管 吸一下 先紫色再來 綠 然後再來是橘 所以先吸一下紫色 然後點筆刷工具 筆刷我們同意使用就是 柔邊的 來做做看 大街小路 就是左引號跟右引號 刷 好再按I 吸顏色 再一下B 再刷 好再一下I 吸顏色 再一下B 刷 刷完之後再做 模糊裡面的高濕模糊 去拉一下 好確定 取消選舉Ctrl加D 那就畫了一個 大的一個泡泡 拉到後面去 這個塗層順序可以讓它 前後感出現 那這個做完之後 可能會覺得說 它的邊緣好像 蠻銳利的 那你如果要解決這問題的話就是 剛才 我們 假設 再新增一個 空白塗層 吸 再吸 再吸 在做這一步的時候 我們直接取消 取消選舉 沒有選舉範圍的時候我們再來做高濕模糊 注意看它的邊緣 它邊緣是柔畫 如果你沒有 取消選舉的話 你做出來是銳利的 然後你如果取消選舉之後你畫出來是柔邊 這個很明顯 按下確定 那這個一樣可以移動一下 然後調整過來 好 那我現在講一下那個 中間的 這個 程式簡引 這程式簡引的搜尋就是 你去Google裡面搜尋 找出 你就打關鍵字 程式簡引 好把程式簡引拿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 當作這個簡引 然後再上鍵程就可以了 好那後面這一根棒子怎麼做 這棒子的話 我們 拉個參考線過來 上下 好 那我們來畫個圓 點 橢圓選舉畫面工具 按住 Shift鍵 過來 一個圓 好再來再點選 舉行選舉畫面工具 好從這裡開始 按住 Shift鍵 拉過來 好啦放開 Shift鍵按著 拉過來 好放開 好它現在有了對不對 好 Shift鍵按著 再拉 放開 好現在變長條狀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它要上什麼色 好 點選 I 按I 地管工具C 色然後按B 刷一半 然後再按下 I C顏色 再按下B 刷另外一半 好 你要畫的棒子完成 記得先取消選舉 好取消選舉之後再幫它做樓編的部分就是高師模糊 好確定 那棒子畫好之後就點選移動工具 你可以去移動 糟了我跟它畫在同一層 好畫同一層那這問題的話就是 既然畫同一層就選選了選一個 然後按 然後按 Ctrl加J 好按它起來 然後 這個棒子就是可移動的啦 因為它已經被我按Ctrl加J 跑起來它可以移動 好那這在原本上面黏在一起的這個怎麼辦 好這就是一樣嘛 用選舉工具把它選起來 好要記得點對圖層喔 然後按Delute刪除 好再取消選舉 好這樣就只剩下一個圓喔 好這一個圓 好然後這是一根棒子 棒子不只有一根 所以就是按Ctrl加J 再拷貝一個起來 再用移動工具去移動 那當然有大有小 再按一下 任意變形 Ctrl加T 縮放 好記得按住Share鍵才不會變形 好打勾圈 好那這樣子 慢慢的去堆疊喔 每個人堆疊都不一樣喔 看你要怎麼排 好那 再來就是 後面這個 很像這個結界的感覺喔 這個的話就是 我把圓 Ctrl加J 拉出來 然後再Ctrl加J 再拉出來 Ctrl加J拉出來 三個圓 選起來 Shift鍵按著選起來 注意看這裡 圖層三個選起來 合併圖層 Ctrl加1 合併 合併之後新增遮色片 下方fx 右邊 點一下 新增遮色片 點筆刷工具 刷一下 好這個 後面的關掉 這樣看比較明顯 記得是點遮色片塗黑 塗黑就會 就會 看不到 然後會看到下面的 你如果塗白 前提色會白色 它就會回來 好所以我們要把它塗黑 這比橡皮擦好用喔 因為它可以 靠著塗黑塗白 來恢復 好 下面打開 就可以看到一個 半透明這個感覺 好 這個程式的話記得 這個程式的話記得 現在呢我們已經把一個 圖片 程式簡易放進來 好那我拿進來之後說真的 如果你一開始設定是這種一拉進來是 智慧型物件的話我建議是先按右鍵 來幫它點正化圖層 點正化完之後呢使用魔術棒 好我用魔術棒我只要選黑色的部分選起來 選起來在你有選舉範圍的情況下新增空白塗層 然後點選筆刷工具 好那我要進行填色吧 好那 這個顏色我先選 按I C 深色的 紫色 然後再按下B 筆刷去刷 去刷那你如果覺得這太淺 那沒關係 往4點鐘方向移動 深一點 好再刷 再刷 好刷完之後 取消選舉 Ctrl加D 好在這裡啊 好取消選舉 好了之後呢原本這一張給丟掉了 好你的程式已經有了 好點到程式的讀成 好有時候你覺得怎麼一小戳 那你可以再增加嗎 在 Ctrl加J 那你再把它移過來 好那你程式又一排了對不對 好 然後兩個圖層選起來 Shift這樣子兩個圖層選起來 在Ctrl加E合併圖層 然後你有一整排程式嘛對不對 好然後再把它放過來 好放過來之後呢 看你要加上 上面的柱子 還是再繼續加上 後面這個 泡泡 好那我們去做 Ctrl加J 增加 或是減少 去做一個排列 就可以變成像這樣子了 了解意思吧 好那變成說 你要增加一點 像 天空要加個星星啊 還是加個 飛機啊 之類的 那我們就可以 透過 素材部分 再把它加進來 好那這個基本上我目前只想拍到這樣就OK了 好那其他的部分 你們在做的時候這些素材這些元素做完之後 就透過堆疊的方式 要增加就是 Ctrl加J 好然後再使用移動工具去移動 你就可以多一根出來 那移動之後再配合Ctrl加T 變形 打勾確認 好變形在這裡 任意變形 Ctrl加T 好 那透過這些方式呢 你就可以去把這些素材做堆疊 還有畫面的配置 好那這畫面配置我是建議是 你可以天空三分之二 然後地面三分之一的方式來配置 好 總之用三等份的方式來配置你會比較薄顯一點 畫面就比較OK啦 那大家一起玩玩看吧 因為基本上 上面的配置就是 就是這樣 那其他就是 各位的 美感 自我的培養 好大家一起來練習一下吧